贝甲罗奉丧举世赠点 六倍男明显无律镜合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ive me a chance to miss you right now you're begging me too that's not what lovers do you're welcome 今天我的造型是比较特别的 是那种外星人的那种造型 然后我后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挺酷的 非常酷非常酷 谢谢谢谢 谢谢米卡 谢谢米卡 也希望米卡之后也有更酷的作品带给我们 谢谢 谢谢 无论是在作品上还是个人发展上都一直不断突破自我 勇敢尝试新风格新领域 而在昨天 赞多也刚刚结束了一场圣诞专场演唱会 今天他的全新单曲赞歌 也于圣诞之际温暖上线 让我们一起期待 赞多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惊喜吧 好的 我们有请赞多前往第二个定点进行拍照 好的 我们有请赞多前往第三个定点进行拍照 好的 谢谢 我们请赞多先留步一下 因为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问题 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赞多 就是今天我知道你发布了一首你的新歌赞哥 对吧 那么这也是你最近未公开新歌中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歌曲 那么这首歌对你的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好 首先我昨天开在厂下开个人的圣诞的演讲会 非常棒 然后今天发了赞哥的首歌是 我想给大家的圣诞礼物的那种的歌 哇 天哪 简直太温暖了 这首歌里面是 今年我个人的发过的歌 里面的歌词 我们在一起 哇 这是一个小彩蛋 对 那种 明白 特别特别好啊 那看来我们是感受到了 无论是你的温暖还是热情 期待之后能够带来给我们更多的 好的舞台和作品 好的 谢谢赞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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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这边请 谢谢 男生代表 女生代表 来 接下来 请接受你们的荣誉 好的 我们一起看这节目 和你留恋一下 就要声送给他们 恭喜他们 恭喜 恭喜刘宇 恭喜周一然 有请两位上台接受荣誉 好 来 恭喜两位 这两位真的算是新生代啊 是 男生代表 女生代表 来 接下来 请接受你们的荣誉 好的 我们一起看着前方 和你留恋一下 掌声送给他们 恭喜他们 恭喜刘宇 恭喜周一然 恭喜 好的 谢谢 谢谢 请落座 刘宇今晚也会有惊喜 带给大家 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 年歌手 是热爱传统文化的国风少年 出道至今 他一直在国风与流行融合的道路上 不断突破创新 今年更是连续发行 刘宇和时方意念两张专辑 驾驭多元曲风 蝉联各大音乐榜单榜首 探索国风文化 传递新方式 有质感 有内涵 收获了海内外媒体 和观众的一致称赞 好的 我们有请刘宇 前往第二个定点进行拍照 我们有请刘宇前往第三个定点进行拍照 是的 没错 在这个黑色定点 嗯 好的 那么我们请刘宇 刘宇 刘宇 我俩一样 有点像 是的是的是的 哎那其实啊 那正好我们聊到这个造型这一块 那我来问一问刘宇 我们今天这个造型有什么巧思呢 今天没发现我的衣服是反着穿的吗 哦 是哦 哎 哦 这是一个小巧思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巧思就在我的这个报纸上 嗯 因为我们每个人拍出发照的时候都有收到这个 哦 是的 没错 我就想把它搞得稍微酷一点 有特别一点 酷一点 特别一点 他们都说 哎你这个是怎么稍着的 我说是我的热情 把它点着 哎 确实我们也感受到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一会儿我们得稍微的这样 不然也都烫着了 是是是是 那再一会儿我们的内场 有没有什么惊喜要带给大家 今天内场会给大家带来这个 我的一首歌 但是这首歌是全新改编过的 嗯 然后是一个第一次首演的特别版舞台 特别版舞台 那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谢谢 好吧 那我们谢谢刘宇 好 谢谢 我们这边请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